歡迎繼續收看上次關心電影的雲林新聞 風風看啊看不出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一看就能發現這陶芽作品在民的文理沒什麼樣 而且還可以拿來應用在生活 一開始的時候我會先去武經行啊 到賣場啊 收集這些很多的塑膠的炸果汁器來 我就把線條減少 然後我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去玩它的各個不同的角度 甚至我還有分左手跟右手 創作這製品的風景依稿嚴理頂 不過陶芽讓人的驚喜就是連自己的陶芽作品 最要茶修出來溫柔也是自然形成 我的作品上面我有處理不同種類的右色 讓它跟那個彩燒的灰油做共融 你必須一個洞一個洞去挖 然後再來就是你對於這些洞的分配 這些孔洞的分配 然後它層次的安排 你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我是以一個素描的方式 把自然界的一些元素放到茶具裡面 去做表現 然後把它的那個肌力跟質感表現出來 我想要透過這個陶芸來展現說 這個我們在地文化 是有那個文化底印的 陶芸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無所不知 感想才來看電影 對它會感受到一分清澈 也能拿回到創作這製品的理念 我自己也創作了這麼多的鳥 每天聽鳥語化香 這種人生多舒服啊 一群小鳥他們在一起歡喜唱歌 這就好比我們人世間 總要有一群有緣的人 那我們如果可以再在一起 共同創造一個歡喜美滿的人間 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這次回來切尾創造者 特別的文化中心 電視他們這麼多年來 頭一張專長的熱點 帶來非常動音的風景作品 跟觀眾對話 我希望把燒成可以再拉長一點點 讓土還有火灰的融合可以更豐富 它的層次可以再提升 大師啊 多的才藝真的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敬佩 希望提高我們雲林的雲林鄉親的文化水準 我們今天特地來學習 每次的這個參展跟作品的這個欣賞 我們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社長由茶修研究會聯合電欄 為現在開始在文化中心一樓電欄聽 電視到二月十九號 加以關上的文人民眾 能夠百多時間全都現場參觀 記者來以為從不得